美国明尼苏达州州长华兹成为贺锦丽的副手 两人将代表民主党参战2024美国总统大选 消息一出马上激发起外界对这位州长的好奇心 以及他的内政外交立场等等 华兹在选上州长之前曾经担任12年的联邦众议员 而他目前最引人注目的话题 就是他在六四事件发生后曾到中国教书这件事 华兹丰富的中国经历 也引起共和党阵营对他的质疑 而华兹本人确实也公开表示 认为美中之间需要在气候 补品 农业等议题上加强合作对话 不过华兹也说美国在南海议题上必须坚定立场 并多次为中国人权发声 包括会见维权律师陈光成 香港民运人士黄之锋 以及法轮功学员王小丹 尹丽平等人 华兹还曾连数提出法案 关切中国的法轮功学员和良心犯被活摘器官的问题 华兹也曾表示 美国人过去希望透过经济和贸易等手段 来让中国变得更加自由开放 这个想法显然失败了 新唐人野台电视胡宗汉林玉红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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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谢谢大家